有50年進補經驗的粵劇老官盧秋萍 照顧一家大小的眾師 還有不老同顏的黃芳 以及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楊志敏教授 來告訴大家 冬季如何調理身體 好了,我們今天的健康話題 就是冬令進補 但首先,鍾教授,我們搞清楚 是否人人都適合補補 是甚麼體質,以及吃甚麼才適合 馬文洋教授 究竟是否人人都適合去進補 到了冬天,其實很多人都需要去調補 這個進補中,我覺得要分不同的體質 或者不同的類型 假如平時你的體質比較好 我覺得甚麼時候平和地去調補一下就行了 假如你的體質比較虛 特別我們說很多是氣虛質 或者是陽虛體質的人 平時已經被人怕冷、手腳冷 或者人覺得精力不夠、容易疲勞 我覺得就好好利用冬天這個季節 好好可以進步一下 不管是體質好的人 還是體質比較弱的人 只是進步的程度 或者頻率可以調補 不一樣 剛剛楊院長提到幾個 陽虛、陰虛、氣虛、平和 其實搞不清楚自己屬於哪一種體質 應該怎樣辨別呢 今天大家可能關心甚麼體質 我用幾個比較典型的體質 跟大家介紹一下 平和體質 其實就是你吃甚麼的時候 都對你沒有甚麼影響 即是氣候的變化、飲食的變化 你的抗餘能力都是比較好的 沒甚麼感覺到自己偏寒偏熱 這種人的精力又比較好 看上去我們喜歡說精氣神也很足 最好就是平和質 我們原來在大約十一五公關 國家的課題裡 專門做過一個全國的調查 其實平和質的人 大概是我們一種群體性調查 大約半至三十左右 即是十個裡面 只有三個 在體驗中的人群裡 半至三十左右 也有一定人數 別說沒有 也有一定的人數,不是沒有的 特別在年輕人的平和質 相對它的機率是會大一點的 機率是大一點的 廣東人確實是叫做寒濕的比較多 所以容易表現 偏向於陽氣虛 廣東其實很容易是腸胃比較弱的人 所以廣東人的臉色怎樣 容易比較偏和 吃生冷的太多 容易憋肚的 所以其實現在加上我們的生活方式 第一個冰箱的機會 甚麼都好 希望冷過才喝 另外一個空調的機會多了 曬太陽的機會少了 所以其實陽虛的人會多了 所以很多人 特別大家有些年輕的小女兒 或者年輕的年輕人 臉色都會容易偏青、偏暗 還手、腳、凍 特別有些女生 一到月經來的時候 就會痛經、頭痛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是陽氣不夠的一種表現 另外一種 陽氣虛是一個比較典型的 那氣虛的人就是一種叫甚麼呢 容易累、動不動就出汗 或者熬不到疲勞、容易感冒、容易過敏 那種人 很多人是表現了一種氣虛的體質 還有一種陽虛的另一面叫陰虛 那種人現在比例越來越少 那種明顯的 口乾、舌燥、大便會紅而乾潔 人比較乾瘦一點 臉又容易紅 而這種人在我們臨床裡不足八至十 而陽虛是八至二十多的人 對 所以聽完之後 大家不妨將自己的症狀 對號入座 對號入座 我聽聽覺得自己好像是平和質 不是,平和質 身體那麼健康,對吧 對 其實我們中醫的說話就是變症論子 所以如果不同體質的人 又應該怎樣去進步 你剛才提到的就是平和質 陽虛、陰虛和氣虛 是不是應該四種不同體質的人 他們進步的方式應該不同 其實第一,說陽虛 我們說保陽肯定是最重要的 特別是利用冬天的時候 可以因為它容易受得到 舉個例子 一個陽肉、綠肉 這些都是比較保陽氣的 特別現在有些人 就一些慢性疾病 導致貧血的時候 綠肉是很好地 能夠升紅血球 能夠補血很快的 一個食療方法 如果你想進步得比較保養 比較到位 綠容加人參 這個時候不需要很多量 人參可以用10至15克 綠容3至5克 燉瘦肉 加一點薑片 這個能夠回陽、保陽 效果是比較好的 人參是用西洋參還是紅參 紅參 很厲害 其實我也能受得到 所以很多人也不用太擔心 都可以 因為不是每天吃 可能在冬季中 吃兩、三次 頻率呢 大約我便說 你一個月 假如一般身體 沒有什麼很大的病 我想是大體質偏虛 你一個月等一次 在冬季中 我想問一問 綠容 是不是越來越好呢 我覺得一個叫保存的質量 特別如果是圓隻保存 相對質量穩定性好些 切片的話 我都相信會 是新鮮些會好 如果我們說是陰虛的話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什麼肉粥、熟地、百合 這些都是比較養陰的 滋陰、潤肺的 那一般可以這個時候 可以配合來選擇 許願我們說 我們用熟地 有時我們說生地、熟地一起用 熬瘦肉 其實是會比較潤燥的 特別老人家大便不通的時候 用生熟地就可以用 但是如果是容易肚子、輻射的人 就不可以用熟地來熬湯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唏噓的人 廣東人唏噓最喜歡用一個 就是北旗 還有一個廣東人比較好的 叫南旗 又叫五指巫途 是我們廣東館地產的 湯很好吃 其實五指巫途比較好 是什麼呢 好像有點椰子味 很香 其實可以用五指巫途 加些圓肉、杞子 煲朱展 煲朱展 是吧 其實屬於稀虛質或平和質的人 都可以選擇去吃 剛才楊教授說了不同的體質 應該怎樣去補 但我們剛才節目開始也提到 例如有些中老年人 患了慢性病的人 又或者是產後 其實都有些特別的進補方式 對,好像我們這樣 口腹又想響 又趁著這個機會要進補 那麼我們的體質 譬如又肥 到底又懂不懂得進補呢 是吧 這類人其實是適合於 根據他不同的狀況 而調補的 但基本拿著一個原則 就是調理脾胃 一般朔後的病人 往往都是胃口容易受影響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手朔後一定是要排氣 才讓他吃東西的 是吧 而且飲食會比較清淡的時間 往往可以進食之後 為了身體更快地恢復 可以適當地進行一些調養 調養的原則就是 調理脾胃的功能 一般這個時候 我們建議 例如清補一點 就用太子心 我們剛才所說的五指巫途 可以加少許淮山 這樣去煲瘦肉 這個是比較清補的 如果說我朔後大吹血很多 我就建議你 北旗、熟地 甚至加些檔心、原肉下去 這樣就補氣、補血都比較好 而產後的人 一般都是容易手、腳、凍 或者有些人產後失血比較多 我們建議你可以用紅棗、紅糖 加少許當歸原肉、煲雞蛋 這樣就會調和氣血比較好 楊教授,你既然說到產後的問題 你知道女性不僅是產後 每個月都有些特殊的日子 可能會有失血 那可否按照你剛才的方法 其實每個月之後 都可以用你剛才的方法調理 是的 其實體質是會慢慢調好 會調得好 所以我們說一個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叫做溫經養血 所以女生現在一般在月經的週期 首先注意不要吃那麼多生冷的東西 不要吃那麼多冷的東西 要注意保暖 經後適當吃一些我們說的養血的 溫通的 甚至有時候用芽葉煮雞蛋湯 芽葉煮雞蛋湯 芽葉煮雞蛋湯或者煮瘦肉湯 都是經後、調養、痛經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有女朋友還會這樣養 她是經後… 她說那時候的牛寶是最適合的 是的 但她是將薄膠打粉 然後沖到牛奶裡喝 這樣是否有用 會不會太厲害呢? 其實薄膠 我主張經後很多人吃三、五天 可以第一個說 有些人喜歡沖牛奶 但我建議如果是用黃酒來燉 浸了它來燉 然後在早餐的時候 假如吃早餐的時候加雞蛋 這樣就有一個很豐盛的早餐 我們剛才說到自然衰老和產後術後 怎樣去補 我還有看到一個是亞健康的狀態 還有可能有些老人家 他本身就有慢性病 對, 那又適不適合去補 應該怎樣去補 亞健康的人群和慢性病患者 在冬季應不應該補呢? 哪些藥材有強心補肝 降血糖的功效呢? 冬季有哪些食材不適合用來進補呢? 下一節回來 楊院長詳細跟大家講解 千萬不要錯過 全場一折封定 標三千八 皮衣五百八 全城質量監督 我是林寧 我是蕭敬元 我是小迪 開幕了 全場一折封定 一折封一折封 我們在廣東電視大院紫薇宮等著你 等你來 等你來 麥皮草就到廣東電視大院紫薇宮 一場能量反應正在發生 我們在廣東電視大院紫薇宮上 而且有些像是從小孩來臌 都不知道 你先對 nuestra寫 如果你見て bujai 其實,不管才 liber move legi 你應該怎樣去補充呢 其實壓健康 其實很多人最大的問題 就是容易透枝 一個就是飲食不規律 第二個就是熬夜比較多 對於他們的人 第一個我覺得生活方式很重要 首先是食物保養是其中一種方法 其他的方法都要一起注重 包括情緒、運動、睡覺 這些都要注重一起 才可以讓自己健康 對於壓健康的人 我建議大家 第一個就是通過你的體質類型 可以進行選擇 但這種體質類型選擇都離不開 就是我們說 補氣、補血為主體 補氣、補血為主體 這個時候我覺得方便大家 可以用茶飲的方法 用茶飲的方法可能會方便一些 例如女士或是比較弱的人 建議紅棗生薑加一點紅糖 一個保溫杯就可以了 對嗎 如果有些人說我年紀大了一些 就怕牙齒比較多 容易傷乾 可以這個時候加些杞子或菊花 杞子菊花 這樣可以用茶的方法 有些人就說 不是呀 我個人氣不夠 那我就建議你可以用紅棗 紅棗直接炒少許炒米 其實炒米特別可以健胃的 如果你炒少許炒米加上紅棗 一起泡茶飲 就像炒米茶 特別對脾胃虛寒的人 忠氣不足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來的 對於皮壓健康 因為經常叫他煲湯 其實不一定很多人有時間 而且這些調養需要一個時間 循序漸進的 不是說吃一、兩次 就可以解決問題 如果通常要連續多久 一般來說才會覺得 開始生效了呢 一般我們會起碼覺得 會一到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幾個月 一到三個月 因為我自己其實 我每天會有一個保溫瓶 自己會帶著一些茶 就會回單位喝 是每天保 所以院長這麼好風采 每天都是 每天都會很簡單 楊教授,我知道有很多觀眾 可能是中老年人 他們本身有慢性病 譬如心腦血管方面的疾病 代謝性的病 對 這時候是否不要亂保 一般心腦血管的疾病 很多時候我們從現代醫學說 可能血液黏稠度會容易高 這時候從中醫的角度認為 往往是容易唏噓血乳的比例會比較高 所以一般時候 很多時候建議的時候 可以用些甜漆 甜漆粉 這個甜漆可以用蔥的辦法 也可以用甜漆片 加人參片 來燉湯 來燉湯 這個是叫做補氣 還有活血 廣東人因為都是容易有痰濕 其實心血管裡面我們說容易動脈硬化斑塊脈 其實在中醫裡面認為很多時候是用痰濕有關 所以適當會加些塵皮下去 就會幫助血管的疏通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說是用人參、甜漆 加些些塵皮下去 這個是對於心腦血管的防治會比較好 同時其實在很多老人家裡面就有高血壓 對不對 高血壓其實有一種誤 很多人認為誤區 高血壓是不能補得的 但在我們的臨床裡面 其實高血壓很多老人家是虛 體脂反而虛 血壓高 不是說真的身體很壯實 它跟北方人那種高血壓的體質類型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反而可以用一些道仲 老人家 可以用一些道仲 因為畢竟他們年紀大都會容易 膝頭痛、腰痛、夜尿會多 然後血壓又高 可以適當用一些道仲和巴基 來燉瘦肉、湯 我覺得這個對於高血壓虛性的老人家 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壓健康人群應該調整生活方式 不要熬夜、多運動 再配合茶飲的方式來調節 紅草、生薑、紅糖水 適合氣血虛的人群 而紅芯草莓泡茶 就適合氣血虛的人群飲用 心腦血管病患者 可以用填漆粉來沖水喝 也可以用填漆粉和人心切片來煮瘦肉 可以幫助血管的疏通 很多高血壓的老年人都是底虛 血壓高 可以用道仲巴基等瘦肉 不同的藥材有不同的屬性 接下來考考大家 以下這一種藥材 有明顯的免疫和抑扭活性 強心、利尿、補肝、降血糖 抗增生、抗滲出、抗鹽、抗真菌 抗放射等作用呢 人心甚麼都可以 你選人心,是嗎 黃奇甚麼都可以 人心和黃奇 對 既然當歸說熱,一定不理會了 你對於屬地和當歸有保留,對嗎 對… 黃芳,怎樣 我反而覺得當歸應該不是 因為沒聽說當歸可以抗放射 抗滲出,應該不是 我會覺得要是人心,要是屬地 為甚麼抗真菌 你對當歸有保留意見 這個最有疑問,抗生菌… 好,你們太年輕了 我們問過最有生活經驗 先聽平姐說吧 其實我說甚麼都不要問 問我們的教授,你就知道 今天還是老了 其實這個題目真的考慮了大家 其實不是一種藥材所有的功能 而是這幾種藥材 各自都有一定的功能 應該都有 對,都有一定的功能 其實人心,大家都知道 確實有抗心衰的作用 特別是心臟功能不好的病人 會長期吃一些人心 它可以緩解一種心衰的突然 急性發作的情況 由於心臟強大 所以其實小便的排出 又有一定的利療功能 但心有分很多種 一般這種,我們大部分是指紅心 紅心 對,一般是指紅心 不是花其心那種藥材 不是花其心那種藥材 然後另外一個,抗菌 其實大家一定要知道 黃期和熟地都有很好的抗菌作用 特別是一些慢性的炎症 很多時候我們說 有一些慢性炎症 有一些膿腫的病人 慢性炎症,特別是體質免疫力 比較低的時候 一定是用北期加上一些抗菌消炎的藥物 即是有些慢性炎症,經常收不到口 特別是糖尿病的病人 那些壞醉,收不到口的時候 一定是大量的北期加上一些 消炎性的抗菌的清熱的藥物 那它會促進它那個傷口的癒合 是很好的 講到熟地 還有,都是有一些降血糖的作用 和人心 所以,可以不是說糖尿病不保得的 其實糖尿病是說分階段 假如你的血糖是動態的時候 波動很高 還有我們說中醫的時候 你的體質的時候 當時又濕又熱 那你就不要補 但在糖尿病的穩定期 很多時候糖尿病是 很多時候是氣虛的 或者是陰分虛的 那很多時候 這個時候在平時 可以用這種補的方法來治療 那當然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又是一個抗炎的作用 更重要是對於女士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美容作用 它能夠促進我們周圍的毛細血管的循環 所以吃完當歸 最大加的明顯就是 手腳會暖,面會容易… 顏色漂亮 漂亮,紅 其實它會增加周圍血管的循環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保健 想美的藥物 人心有抗心衰的功效 心臟不好的患者可以服用 黃旗和淑地有抗菌的作用 適合慢性黏症患者服用 人心和淑地可以降血糖 適合糖尿病穩定期的患者服用 當貴有抗炎的作用 可以促進毛細血管的循環 對女士來說 是很好的美容補品 接下來考考大家 以下哪種食物不可以做補品呢 A,牛肉 B,爐肉 C,綠肉 B,鮭肉 B,鮭肉 鮭,人家說金錢的鮭 那些很貴 那一定是好東西 牛肉,牛肉… 周圍市場也有 不要說太多了,快點問教授 你說假如不可以… 整天的補品,我覺得綠肉 就是說它會比較溫性 綠肉是指揚之品 就是說它是屬於最溫補的食物 所以很多人 有時看質感不清楚的時候 吃了會更燥 所以不能作為常見 每天去吃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吃的 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吃的 有些人是濕熱、燥熱的 那種人就不要選擇這個食材 很燥熱的食材 會否是男士吃滷肉就沒那麼好 女士就會好一點 不一定 熱的也不行 男士需要吃幾次 他可以撞羊 補身 所以它是一個補羊 最好的食材 牛肉大家都會很容易吃的 我相信吃得到 因為它應該是能量、熱量 會比較高 很常見的肉 很常見的肉類 大家可能想不到 它的蛋白質會比牛肉更好 而且它的不飽和脂肪酸 會比牛肉更好 其實胺基酸的種類比較多 大家不妨可以選擇去試 很容易 其實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其實鱸肉可以怎樣吃 吃家 打烈爐 白切 皮很棒 對 皮拿來做窩膠 皮其實是做窩膠的 最主要是用鱸肉的皮做窩膠 做窩膠 而龜是屬於一種靜的 在水裡長的 所以它是補陰、清熱、降火解毒 會比較好 所以它跟鹿肉的兩個性 基本上是一陰一樣的 一陰一樣的 所以我們說 在食物裡就可以… 假如你想平和一點 就兩種加起來吃 或者我們說 龜鹿而鮮膏 就是用龜板和鹿一起熬製 一陰一樣 就是一陰一樣 是一陰很傳統的一個 補健食品 我們在腎上也有一個 叫龜鹿補腎液 對 龜鹿補腎液 就是這樣 又龜又鹿 對,所以自陰自陽 所以是兩種動物 我想問 如果龜肉是自陰的 其實寒底的人 不要吃那麼多龜 小吃 小吃一點 但一般可以用其他藥材 去平衡它 如果你太寒底的人 你會用薑、陳皮、原肉 用北旗 這樣就平衡它 你吃肉肉太害怕太溫燥 你會用肉粥 殺心 殺心 你可能會平衡它 你真的想吃 但其實你想對於你補身體 你應該加人心 那就更加補 人心 你把它切掉 在飯麵頭上蒸一蒸 蒸熱 蒸了它 就找一個小瓶 裝著它 等在冰箱 你有必要時 好像來完禮家 你就含一兩片 即是那幾天含一下 其實是最好好的 面色各方面都很好 這個很簡單 是的 我們家裡是放紅棗 把紅棗放在飯麵蒸 對, 其實說到女士 怎樣去常保青春 怎樣養顏 其實這個時候 楊教授有什麼方 可以推薦給我們女士去用 女士養生有哪些吃療方呢 冬季很多人都喜歡吃高方 市面上的高方有很多 是否所有人都適合服用呢 惡教是否可以男女全家一起吃呢 下一節回來 內容更加實用 千萬別走開 影新年大促銷廣 廣州東方賓館二樓 商鎮海寧貧草城 全場水雕皮衣低至一折 滿一千送五百元 即買即送 截至一月七號 影新年大促銷廣 廣州東方賓館二樓 商鎮海寧貧草城 全場水雕皮衣低至一折 滿一千送五百元 滿一萬送五千元化費 即買即送 截至一月七號 地至東方賓館二樓 女士如何常保青春 如何養顏 其實這時候 楊教授有甚麼方法 可以推薦給我們女士去用 建議, 一個就是阿膠 剛才可以用不同的食法 第二個我覺得 你可以用一些酒粥 酒粥 是否自己做的糯米酒粥 你可以自己做 或是在市場買 你可以買 加少許原肉 加少許杞子 最後加雞蛋 加少許紅糖來調味 在泥隔後幾天做早餐 其實都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酒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發酵過程 有很多煤 其實會幫助我們身體 對食物的吸收 另外, 其實有酒的作用 會讓我們的臉色 行氣活血 行氣活血 行氣活血會更加好 如果我們不吃酒粥 只要喝酒可以嗎 我建議當然好 你自己浸少許藥酒 藥酒 或是不浸藥酒 最簡單的就是 現在我們說的花雕酒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 保養性的藥酒 黃酒 紅酒 黃酒又可以放雞蛋去 是的 其實說到女士怎樣養生 我想大家都很有興趣 其實說到養生 現在很流行的一種養生方法 就是用高方 如果你沒有用高方 會被人說爭辯的 是的 甚至有些人會自己上網 會找一些配方 配方 自己做 對, 自己做 馬上開始我們的健康達人 看問題 老鄧家裡 有一罐老婆去年 自己根據醫生配方 製作的養生高方 放在雪櫃裡面 老婆丁竹每天只可以吃一根 所以養生蛋糕吃了很久 馬上就要過期了 不能吃, 一天只能吃一次的高方 這是媽媽做的 一人一口吃, 把它吃完吧 不怕不怕, 放冰箱裡面不怕 吃很久了, 馬上要過期了 我要把它扔了 那究竟高方的補質期有多久呢 又是否每天只能吃一根呢 高方其實是多種藥材 熬製、濃縮而成的一種高劑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方便服用 一個瓷膏 又不用慢慢回去煮藥 而且高方因為有滋補作用 所以一般選擇在冬天吃會比較好 大概在冬至前後 大概吃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這樣就可以了 很多人如果沒有病 沒有甚麼特別 就不需要全年服用 但有些人身體不好 我又想不想天天煮藥 我就將它熬成高 作為食藥的一種方法 也是可以 你剛才說到高方 好像我們片段當中 他做一個高方 整家人一起吃 其實這樣是好嗎 那個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要保存多久 整家人一起吃得不行 因為不同人的體質 首先我們說個性化高方 應該是因人而異 根據不同的體質 來和你去熬製的 叫個性化高方 如果是先生和夫人 假如兩個體質完全不一樣 當然盡量不能一起吃 我昨天才看過一對夫婦 一個偏寒、一個偏異 我說你家人吃飯 有時熬湯也挺麻煩 被人一吊 特別是熬湯 特別是熬湯那方面 會容易喝起來 不方便 假如兩個人體質很相近 有時可以 叫做吃飯 有時吃也沒問題 但我建議 假如為了身體好 還是選擇 醫生建議這樣個性化高方 適合自己的 對,適合自己的 至於保質期 其實要跟高的熬製的質量 處理是有關係的 有些人加工完之後 不進行滅菌、不進行性 而且是一大罐 一大瓶 一大瓶 他每天用池巾去塗 就很容易掌揮 很多細菌進去 這種保質期 其實不到三個月就容易掌揮 特別是南方天氣 發霉 發霉的 如果是北方 有時他們就會拿回去 再隔水、再蒸 現在我們… 因為高方 我在十幾年前 跟上海的老師學完之後 將它引導回廣州這邊 我們在加工方面 就注意了 第一個水分要控制得好 就不容易發霉 第二個 加工完高方之後 一定要滅菌 就像製劑一樣進行滅菌 我們這個高方 就可以保存一年了 其實我們南方人 大多數都有些濕熱的體質 特別有些人 可能腸胃不太好 但高方是比較閹籌 我的理解可能是 難消化一點 其實是否… 不是任何人都適合去吃高方 你需要找你們醫生 把脈 或者有甚麼… 吃不吃 測試一下 你吃不吃 是 高方其實我們都要說不同的體質 假如如果一個人濕熱很明顯 離胎又厚 那一般我們建議他找專家 先開一個方 叫做開露藥 開露藥 對 讓他的腸胃先清理一下 讓他容易吸收 才再吃高方 清理管道 先清理管道 是… 是… 是的 那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吃高一定是小量開始 不要一下子吃一大份量 我一般主張是我們的雅匙羹 大概大半匙羹 你先吃幾天 看看腸胃吸收好不好 消化好不好 然後慢慢再加量 一般一日一次 有些被人受得到 我們建議兩次就可以了 純粹漸進 純粹漸進 不要急於進步 那有沒有劃分 例如女士 她在驚奇 又或者是感冒期間 這些是不能夠吃高方 有沒有甚麼注意事項的呢 一般呢 感冒、發燒、急性遺腸炎 或者原有慢性病的急性發作 我們都是主張她暫時停伏高方的 一般月經周期沒有甚麼特別 這個不影響的 特別補血的也可以吃 是的,特別補血的可以吃 補膠的都是高方的 這個要注意 那你剛才說 涉及到高方腸胃不好的人 能否吃得到 能否吸收到 就要… 其實個性化高方有這個好處 根據這個時候 我們會加很多幫助消化的藥物 在裡面去幫助 例如我們廣東人裡面的陳皮 沙仁 或者是我們說的神曲 這些都能夠幫助我們 對這些藥物的吸收消化 防止或是太吃的 會在高方裡面加入之後 就會促進高方的吸收 不會滑 所以說高方不能夠隨便做 同時亦不能夠隨便吃 否則分分鐘 不僅沒有效果 反而有後果 是 剛剛忠醫生說到 吵架這件事 各位女士 聽說吵架是女性的性物 但吵架是否可以隨便吃 繼續看看影片 老鄧的老婆現在更年期 於是就買些屋膠回來進補 這是你的惡膠 謝謝明明珍董事 請讓你出去玩去吧 不行 爸爸最近跟你親到了 很暴躁 我出去玩 我爸爸就會跟著我打 是這樣嗎 那我們拿點惡膠給他 調理一下吧 好 爸爸,你是不是很餓 而且很心煩 是啊 那給你吃點喝椒吧 這不是你能吃的嗎 請問吵架是否適合男性服用呢 吵架是男人吃得很好 真的嗎 譬如你有肺病 是這樣嗎 是 有肺病的人 如果類似有哮喘的起頭的人 你吃吵架是非常有好處 即是馬上鎮喘、平喘 是 我不知道是否是這樣的原理 但是我本身有哮喘的 我吃吵架是很有效的 但其實是否男女都可以吃的 首先吵架不是等於男士禁食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問題 其實女士由於每個月經的週期會失去血液 所以吵架對於女士來說 是一個補血很好的食物的食療、藥材 其實吵架更重要的是他有養陰補血 男士有時候有這樣的病症 有這樣的症候需要 剛才說到的 肺醋的人 甚至滋抗落血的人 有時候我們到後期的調養期 不管男女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他有止血的作用 止血補血的作用 所以就是說陰虛、肺醋的人 不論男女需要的時候 是可以選擇 就像以前說的肺爐 是呀 肺爐以前沒有藥 就買屋膠來燉給他吃 那是補血的 補血的 補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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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補血 補血 如果這樣說 平常常咳嗽的人 那他吃屋膠其實還不錯 那如果他… 如果醋咳應該不行吧 是 寒咳 寒咳 寒咳和身體比較弱 那你吃屋膠好 譬如你自己吃煙 吃成這樣咳嗽 是否可以 要吃… 那不就先淨煙 有些胃部出血的女士 都會吃屋膠 對 他有止血作用 有止血作用 我看到有一種高方 既然說到高方 我覺得屋膠 就是阿膠、核桃、芝麻 再加你剛才說的黃酒 黃酒 是製成一種高方 我看到其實網上… 還有片頭 對,網上也有人賣 這種高方 其實這種是否好 其實… 這個搭配… 這個搭配是一個很簡單的 只是把幾種食材 有補益的食材放進去 但你剛才說 其實沒有幫助消化 吸收的藥物在這裡 所以很多人吃了會覺得胃脹 所以吸收不好的人 這個高要慎重選擇 不能夠過度去吃 你說偶然吃一下 我覺得是無妨的 如果你真的想身體好 要吃高 不妨也是請教專家 根據你的情況 不只是簡單幾種食材 就是在一起 不要亂說我上網買 看到評價高、銷量高 那就買回來吃 好吃 對,最關鍵是好吃 還有你剛才看到片段中 那位女主人公 她說她是更年期斷斷續續 好像好幾年了 於是買一些吵架回來 其實這個藥理功效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更年期 因為其實它的類型 都是很不同的 我不能夠吵架 所有對更年期的人都合適 所以我覺得不如這個朋友 到醫院裡找專家 都是檢查清楚 檢查清楚 至於身體性質 會比較穩妥 不要亂吃 但亦牽涉到一個問題 其實從甚麼年紀開始 就要開始吃補或藥補 我覺得就是一個 要看她身體的透支情況 以及她的生活方式 假如一個人 你飲食好、睡覺好 各方面都不需要特別 通過額外的藥材去進補 不一定有多少年齡 有些現在我們看到來調養的人 我發現十多二十歲都需要的 十多歲都來? 有些人真的… 她的體質比較弱 或者是讀書 讀書又不運動 不會曬太陽、熬夜 她的腸胃功能又不好 睡覺又不好 很多時候我們叫她家人 可以用食療的方法 所以這種時候我們就說 是人和需要 有些人… 我平時其實很多的食材 就是藥材 你不知不覺中 已經是在這裡均衡飲食的話 又不需要太刻意 所以我們說 根據不同的時令 吃不同的東西 其實已經在這裡吃補了 已經是 好,跟上楊院長 冬天進補要科學 特別是養生的高方 大家更加要科學的食慾 並且不只是沒有效果 可能還會有後果 對,秋冬的確是很進補的時節 希望我們大家都好好地 認識自己的身體 選擇適合自己的食材 進行進補了 好,今天的健康100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你們收看下星期的同樣時間 再見 健康100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再見 再見 謝謝